哈喽大家好,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,啪啪啪,啊啊啊啊,光能电影的影色,帅的吊渣。 一个女人从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身边躺了个不认识的男人,而屋中墙上也贴码了她和这个人的合照,她是谁,自己是谁,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。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《当我入睡前》,一个记忆只能维持24小时的故事,女人名叫小红,正当她疑惑之时,床上的男人也醒了,她告诉小红,自己是她的丈夫,名叫老白。 几年前小红出了事故,脑部受伤,记忆只能维持一天,每到第二天就会忘记之前的事,之后老白给她介绍了一些家里的情况,就上班去了。 没多久,小红突然急到一通电话,对方自称是小红的心理医生,这段时间正瞒着老白帮她做记忆回复,还指导她在衣柜的鞋盒里翻出了一个相机,小红打开一看,里面全是自己录的视频日记,随着这些视频,时间线跳转到了两周之前,那时心理医生从病例资料上了解到了小红的情况,正好她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,便主动联系了小红,想为她做免费治疗,但老白却拒绝了,是因为之前她已经试过为小红治疗了,可结果给小红带来的只有伤害,但是小 二人便瞒着老白开始了治疗,基于病情的特殊性,医生给了小红一个相机,要求她每天录制视频日记,而她则会在老白上班后,打电话提醒小红去看之前的视频,但是治疗开始后不久一点就出现了,老白说醒红是因为事故受的伤,可医生却告诉她实情,她是被人袭击受伤的,并且这个人还没有抓到,小红顿时懵了,但考虑到老白可能是为了保护小红,然后俩人就没多想,医生带她去了她被人救起的地方,目击者回忆称,当时小红应该是刚从旅店出物来,浑身 没穿什么衣服,就裹了个背单,但听完这些,小红依然啥也没想起来,而且她很费解,我一个本地人,为啥要去旅店呢,然后医生又给她看了许个照片,一部分是网上随机的,一部分则是她档案里的,其中一张红发女生的照片,明显刺激了小红的神经,可见这点她非常的熟,可是为什么一直没联系呢,照片背后写着这女生的名字,英子,回家之后小红就问老白,我是不是认识一个叫英子的红发女生吗,老白起先不愿说,最后才承认,是有这么个人,人家本身关也挺好 但自打你失忆后,她实在受不了你这个病,渐渐的就不联系了,我不说是不想你伤心,俩人扒了几句嘴,小红冲进厕所,偷偷录视频说,老白不想让你记起英子,还说什么是为了你好,别小心她,结果刺激了小红再看视频时,又发现,原本已经被贴出来的英子照片,又被老白收起来了,她是真不想自己记起英子呀,小红气得重新翻出了照片,结果翻开照片的瞬间,她突然想起了一个片段,自己怀过孕,小红翻起衣服一看,发现了腹部的刀把,进而想起自己有儿子, 一路的跑去治了老白,无奈之家,老白坦言,他们之前是有个儿子,不过八岁就脑膜炎去世了,因为失忆的关系,小红等于每天都要重新面对这件事,她悲痛欲绝,甚至对治疗产生怀疑,没说老白是对的,忘记才是最好的,之后摸完小红突然梦到了她被袭击时的恐怖回忆,那个袭击者名叫麦克,她联盟把这个线索告诉了医生,聊到这段回忆,小红不免有点怕怕的,医生就安慰了,然后俩人磨子磨子,话风就不对了,医生一时时太想亲小 小红觉得别扭就躲开了,谁想,就是这一闪,她注意到了医生的名牌,她就叫麦克,坏人竟在我眼前,小红吓得多么儿好,可医生也很快追了上来,一阵镇定放倒了小红,当醒来时小红已经被送回家了,医生打来电话,解释了一些,其实就是重名了,但小红当时太不冷静了,就只能给他打了一阵,之后医生向小红道了签,说其实像小红这种情况,容易对医生产生依赖心理是很正常的,但是自己居然也对小红产生了反异性,这太不专业了,另外医生还 查到了一件事,就是小红那个朋友,英子,这些年其实一直在试图联系小红,但因为老白中间给小红转移过治疗中心,他才跟他失联的,而当医生跟他取得联系后,又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,小红和老白四年前就离婚了,小红也虎,直接又跑去质问老白,老白也是难过的承认,说他俩是为了孩子离得回,而后小红病了,他才又回来照顾了他,而后小红联系上了影子,二人偷偷见了面,英子帮他回忆了许多过去的事,就说那时候老白小红工作忙,英子就抽空 帮他们带孩子,结果小红上了几周班,搞外遇了,不过当时大家还都不知道,后来小红不是遇袭失忆了吗,英子就更是帮着忙里忙外的照顾他们一下,然后一不小心,他跟老白也搞到了一起,再后来才有的离婚,巴拉巴拉乱马其道的事,震惊小红,我家这么乱呢,难怪老白啥也不愿说的,难以启齿啊,边边时,英子给小红塞了一缝心,说这是当年他俩刚离婚前,老白让英子帮忙转交的,这回终于见着小红了,才给他,老白在信中写道,自己还是很爱小红的, 但他不忍让儿子每天面对一个失忆的母亲,只能选择离开,再想到现在的一切,小红不禁感动的泪流满面,回家就录了个表白视频,拿给老白看了,还把自己治疗的事全坦白了,可是让老白看完后,直接给了小红一巴掌,随后摔门而去,小红都蒙了,他郁闷的录了个视频,随后接到了英子的电话,对方焦急的告诉他,我刚才联系上老白了,他说他都四年没见过你了,你确定你身边的人是老白吗,然后俩人核对了一下老白的长相,发现小红家里的那个男人根本 不是老白,而真正的老白其实是他梦到过的那个袭击者,也就是说,他梦中的记忆其实是混淆了的,是他把丈夫的脸脑补到了袭击者身上,但这个自称老白的人又是谁呢,小红越想越怕,准备逃跑,实际上刚出大门就被那假老白给迷晕了,直到次日,他从睡梦中醒来,才回到了影片最开始的时候,男人假惺惺的自我介绍,然后若无其事的去上了班,之后医生账上打电话,提醒小红去看相机,可实际这时,男人已经知道了相机的秘密,所以小红 此时看到的内容已经被他动个手脚了,其他视频都不在,除了最后他说自己被打的那条,于是小红看到最后又感动的痛哭流涕,殊不知这时,男人已经跑去找了医生,警告的远离小红,但也就是警告而已,看起来毫无疑义,等到晚上男人带着小红来到了一间旅馆,说是要庆祝什么纪念日,小红本来挺高兴的,谁想一进房间,瞬间激起了他的记忆,他全想起来了,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当年他搞外遇的情服麦克,而这也是他身为本地人却披着旅馆被担的原因,哎呀,剧 疫情发展到这里,那也到了反派自出来龙去脉的环节了,这一间旅馆就是小红当年遇袭的地方,当时麦克想要上威,但小红不干,他就把他给揍了,好家伙吧,死了一大呀,小红被打失忆了,袭击者也没抓到,后来老白跟他离婚了,小红被送进了治疗中心,麦克就带着一堆假扮剑,冒充老白把小红领了出来,不过现在他不想再冒充老白了,于是他删掉了小红的所有食品,就要以自己的身份跟他共同一生,但小红还是不干,俩要再次私打 打起来打的那是一个昏天黑地,而且这次小红反杀了,最后他终于得救,真正的老白也带着儿子过来看了他,是的没错,他儿子根本没得兵,也没死,都是麦克骗他的,小红一见孩子,记忆又恢复了很多,天到这里就结束了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不要干坏事儿,户外的都是自己,先来看关注我的视频撒,谢谢你